我們11月27日在環保署去判定汙染料 在環保署連續開 從這十遍的火氣 到現在為止沒有人敢說這句話說 我沒有汙染 到現在 但是有沒有再解決 沒有再解決 他就是本來要擺到消理室 擺到新報 三萬五人去喝獨水 喝三四年 去年那個客家電視台 村民大會我去 自來水公司的人說 我們那時候的水是濃濃的 那濃的水 剛才你在那裡看到一個泡沫的水 那就是華映老了出來 去把那個蜥蟲蟲蟲 那是什麼 像鯉魚的人 蜥蟲蟲蟲蟲蟲 到現在又拋到爬人家 他們要處理 沒處理 他現在就是要擺桃園縣的老街市 那也沒處理 因為我們可以 後裏 我說後裏 他也是沒處理 後裏現在要擺一支港 直接要擺到達安箱 連著達安市一直去 你如果真的有清潔 現在他們的人都說一句話 如果有清潔 就直接擺到李林就好嘛 我們就要擺到李林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我現在要說 你說完全沒有影響 那實在是很難說 我們知道 那不是我講的 那是說他講的 我知道 彰化縣 所有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水 都是地下水 地下水有兩種 一種是四來水公司 抽深層的地下水 差不多三百公尺 兩百公尺的地下水 那些大家是沒什麼影響 但是那些造成地層下水 現在彰化是地層下水 非常嚴重的地方 但是很多人 他們是抽地下水 他抽在前景的 這個人去調查 我舉一個人說起來 李林就出事了 你這邊如果說 叫港 說到下水道 一直從那到粉林來說 你沿路 李林 叫北斗 所有沿路的人 人不要擺就算了 擺就我們就污染 中坑一起 押一句話 要來大肚子 有這個人 控育 控育多久 他現在也先人下去就下去了 兩天擺怎麼走 我新立市 也有第二條港 那如果擺也沒人知道 李委員 擺是另外一個更嚴重的事情 但是你可以告訴我們 導隊他們現在管理局說 沒有問題 說他們現在的標準 是比環保署訂的標準更加嚴格 所以說排出來的水 第一個就已經符合這個排放標準 到底你認為這個水是什麼樣的水 真的那麼多的污染嗎 那麼危險嗎 這我告訴你 那什麼水 這我告訴你 因為現在環保署的污染 我告訴你 因為高科技產業是最新鮮的 它裡面有很多特殊元素 我特化學系 我告訴你 那有些我在學校 看一看 看一看 還有一個加 什麼GA啦 GE 折啊 什麼鷹啦 IN啦 那個問題 你去問一下特化學系的人 根本人聽就不能聽 那就是稀土元素啦 那些有棄到不棄 現在沒有人知道 所以環保署也沒有去訂 所以外國 我告訴你 面板場美國沒有面板場 歐洲沒有面板場 面板場現在只有日本 叫韓國叫台灣 現在中國大陸要起面板場 所以你說用美國的標準 不一定在台灣應付 是是 其實也有很多有機物 阻光劑 去阻光劑 還有很多有機物 那些有機物都沒有在發言 這裡有在發言嗎 有啊 林詠健教授 他才有去查這裡看環保署 他那有查 你說這樣很專業 到底我如果是去摸到 喝到 吃到 那是對我有什麼影響 啊 沒現實 沒現實 所以喔 沒現實就好了 五十年前喔 我們的這個行政議長 也跑去鄉山區 蚵仔拿起來 吞了 好吃 再來 心得市場也這樣 吞了 怎麼會現實 吃一個飯也不會死 但是 吃一年會死嗎 很快死了 快死不了 我的意思是說 那是荔枝毒嘛 所以有時候 我們用水去吃蚵仔的蚵 並不代表他沒有毒 是 總幹事 我要請教你 剛剛林委員談到很重要 就是說 現在很多高科技 所使用的這一些元素 只是說 我們想都不敢想 我們不知道到底是什麼 所以大家會覺得很恐怖很恐怖 我們來看看 剛剛林委員談到 華映友達的這個事件 我們也稍微整理一下 蕭里希的污染事件 在2001年的時候 華映友達在蕭里希 源頭設廠 就是在東方涼湾這個地方 備水排進蕭里希 一天大概是3萬噸 然後村民去檢舉抗議說 怎麼可以這樣 東方傳播叫說 會備水是符合流水標準 都符合標準 可是2003年的時候 新竹農田水利會去檢測這個水質 說導電度非常的高 不符合灌溉的水質 跟放流水的標準 一直追查到華映友達 而且去直接跟他反應 可是問題還是沒解決 2008年的時候 新竹縣環保局 轉環保署公文 發給新浦政公所 說有關於華映友達的廢水 絕對不能喝 現在再造成人心惶惶 可是是不是能夠直接說 是華映友達搞的鬼 其實沒有任何的直接證據 或者是有具體的調查 然後我們再看到 大家很愛舉的就是 新竹香山綠牡蠣事件 2001年的時候 學者主指出來說 香山海域牡蠣遭到重金屬的污染 蛤蜊的價格一下子馬上崩盤 2001年的時候 監察院糾正環保署等機關說 沒有善盡監測的職責 2004年學者講說 新竹香山牡蠣受到工業廢水污染 是非常非常嚴重 高過其他地區 10到數百倍 而且是國際的40倍以上 然後竹科香山工業區 是被懷疑排放廢水到克亞溪 現在我們遇到同樣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都是在懷疑 懷疑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對我們不確定的事情 感到憂慮 擔心 可是我們也不能直接 是他搞的鬼 換句話說 我們沒有證據證明是他 也沒有證據證明不是他 難道就會要 因為這個因素 而排除掉 可能會創造出 3萬個機會的中科市企嗎 中科市 我這邊有 新竹工業園區高科技廢水的分析 其實這個報告裡面 我這邊有個數字 這裡面有提到說 有18種中金屬裡面 大概有八成以上的處理效率是 只有 表示說20%是沒辦法處理的 這裡面有剛剛林盛從老師提到的 就是裡面有鈦亞加 就是稀有金屬 你看看它有效處理率 只有50到15 是非常非常的高 是沒辦法處理這個廢水的 再來看下來就是 他這邊有提到說 有2000工廠在排放廢水放流之前 它裡面重金屬的深是超過標準值0.5 這邊有提到 它的分析的結果 是高過標準的340幾倍 再翻一下一頁 其實這都是博士論文 我們看一下數字 他說分別是 微管支標準的653倍幾12倍 是非常非常的高 在下面還有看到很多 他說像 在這個半導體的樣品裡面 就是一些重金屬 稀有的重金屬裡面 以烏來講 它的變化值 就是廢水裡面的數值來看 最大跟最小的物差值 竟然高達8000多倍 就是最大跟最小 還有一些像光電產業廢水 差異較大的 這幾個重金屬裡面 也有高達數百倍 所以說你說 我符合放流水標準 可是每個地方的 它可能因為我的 助理廢水的機器不一樣 所以落差很大 差數千倍 數百倍是非常高的 你說我符合標準 可是因為我們不是定期檢查 是天天去檢查 而且是以環瓶 如果是以開發單位 它通常是一劑檢查一次 一劑檢查一次 我已經告知你 我要去抽查你的廢水了 當然我又把我的廢水管理得很好 你怎麼查都是符合標準 這樣子怎麼說 它不會對環境有影響呢 另外我這邊還有一篇 不好意思表格比較小 這個是在新竹 它新竹開發的時候 發現說它的中金屬造成 農地污染 它已經在管制了 非常的高 那其實你說沒影響嗎 那你又符合 符合國家標準 符合灌溉水標準 一切真的是安全的嗎 各位總幹事 你的意見就是說 第一個那個所謂的 國家排放標準 可能沒有辦法掌握 現在很多新的 所謂的污染物質 這是一個 第二個 就算它能掌握 每次也許在監測的部分 它也沒有確實監測 來檢查的時候 都符合標準 如果沒有檢查的時候 可能就偷牌 或是其他的問題出現 副總 我們剛才說到說 好像一劑才監測一次 其實那個指的是 有一些這個叫做環評通過以後 它的後續的環境監測 有一些項目是一劑監測一次 但是我們都有這個環保主管機關 環保署還有地方的環保局 他們來都不定期的 他也不會事先通知中科 那現在每一個科學園區 鄰近的這個監督機制 包括村里長 他們也不定期在給我們做抽測 這是監測的部分 剛才說的其實 政府本身包含環保主管機關 環保署裡面 我這個部分可不可以打個岔 就是說 像高雄大寮的那事件 我們都很清楚 地方政府第一個監測能力有限 第二個 他們也希望你不要走 盡量給他們發電 所以他們真的來好好監測 但是如果這個工廠是設立在科學園區裡面 除了這個基本法令之外 他多了一個科學園區的管理 這是令